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此前网上爆出中心要推出一款名叫AxonM的折叠手机 现在该机似乎已经在FCC网站现身 从FCC网站的插图来看 新机仅采用了后置单摄 机身边角比较圆润 此前信息显示该机会配备两块6.8英寸的1080p显示屏 并通过脚链连接到一起 而从曝光的多张标签信息来看 该机代码货为AxonM Z999 有望在10月17日发布 在这个全面屏的时代推出一款折叠屏的手机 你会选择不走寻常路吗 距离努比亚新品发布会的时间越来越近 现在努比亚提前放出了一段新机的预热视频 从视频来看努比亚Z17s前后均配备了双摄像头 而且位置均在机身左侧 随后有网友还发现该机已经正式亮相工信部网站了 由于正年照正面漆黑一片 所以屏占比如何还看不太明白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新机将采用无边框的全面屏设计 而背部则采用了四曲面玻璃 在背质方面据了解 该机将配备5.73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8核1.8GHz处理器 6GB或8GB的运存 提供32GB 64GB和128GB 三个存储版本可供选择 其实小编我还是比较期待看到该机亮屏的瞬间 想看看到底全面屏2.1会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到了2017年年底 全面屏已经成为了智能手机行业的关键词 不过话说回来 直到现在业内都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面屏标准 各家厂商的发展思路也是有所差异 其中最亮眼的有小米MIXR 三星Note8和多了个刘海的iPhoneX 现在国外网友制作了一张对比图 将目前主流的全面屏旗舰屏幕压缩 只保留额头下巴以及边框 完成之后得出iPhoneX才是最接近全面屏的手机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小米MIXR 难道是在排斥我大国产吗 今日刘强东在微头条上发文称 京东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单程飞越240公里 听起来也是挺厉害的 据了解 目前京东无人机运营调度中心 使用的是载重10到15公斤 飞行半径10到15公里的末端无人机 今年6月份 京东无人机在西安和宿迁开展了常态化的运营 截止到7月31日 在西安地区已经完成了800多架次 4000多公里和14000多分钟的运营飞行 毋庸置疑 无人机已经成为了京东部署 未来智慧物流体系的重要一环 现在京东方面称 当前的无人机配送成本比普通快递员略高 但未来实现定型之后 配送成本将有望下降40%到50% 这让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话 天上不会掉馅饼 现在看来以后天上掉个快递什么的 还真说不准啊 卡修的自拍神器上市以来 热度和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近日卡修又推出了全新的自拍神器 T2M11 外观上很像妹子们随身必备的化妆镜 据了解 该机内置1050万像素的单焦点镜头 支持21毫米广角拍摄 自带2.5英寸超清晰夜景显示屏 同时它还内置了8颗环形LED补光灯 当然美颜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T2M11除了本身自拍功能之外 还可以通过蓝牙和无线网络 与其他设备连接 例如可以通过手机来管理拍到的照片等等 目前该款产品的详细介绍 仅在卡修国际官网 国内官网还没有详细的信息 妹子们的新神器又来了 汉子们的腰包古迹又要被掏空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viz.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izier 或许每天最新的推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